長江特派員帶你闖現場找真相 今天所來的地方的是 烏來湍結南氏溪的河邊的高灘地 告訴你這邊的野溪溫泉違法了 結果死灰復燃了 看看我的背後 這麼多的遊客 現在冒著雨泡在這個池子裡面 這個池子可不是外面的 湍結南氏溪水 它是一個溫泉 而你可以看到 要泡溫泉之前非常辛苦 像這位大哥 他這樣一慘一慘的 慢慢的要把這個沙石 給弄出來之後 才能夠在這個高灘地這邊的 形成一個他們所謂自然的 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泡湯池 但是有多少人就泡多少 多大的池子 這樣挖非常的辛苦 問一下大哥 大哥 這要怎麼挖 用這個挖 這個不是煮麵的嗎 對啊 還是可以利用 可以利用是不是 可以運氣用 你還沒有泡湯之前 就流全身是汗 對啊 我只要挖兩個小時 也頂多泡了兩個小時 你應該聽到了 這位大哥說 他要挖兩個小時 才能夠泡兩個小時 另外這邊已經有個池子 是前人種樹 後人乘涼 這邊池子已經整個都挖好了 但這邊的水溫到底有多少 我們靠近一下 我們來用這個溫度計 來實地測量看看 首先我們準備了這樣子 一般的湯鍋用的溫度計 把它放進這個最熱的路頭這一邊 這邊放進來 你看喔 這樣放進來之後 原本二十幾度的溫度 慢慢的往上升 慢慢的往上升 因為這個地方 剛好是整個溫泉的路頭 的出水口 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水溫 大概是接近50度左右了 而這個石頭表面的溫度是多少 我們今天準備了測溫槍 測溫槍 你看喔 我們把它打開 這石頭上面的溫度 大概是只有35度左右的一個溫度 往上跳跳36度了 所以說這樣的溫度 對於我們的遊客來說 他們覺得是十分的舒服的 尤其越靠到溪水旁邊 越是冷卻 這邊分為兩個池子 中間用石頭隔開 這邊是熱池 外面那邊是冷池 也就成為了遊客他們口中所說的 天然的三溫暖了 再往這邊走 他們是來自加拿大的朋友 他們專程不挑烏來的 櫃蕾這個所謂的溫泉 而來這邊泡 但是你看到了嗎 它外面的地方就是湍急的南氏溪水 如果說山上的五厚雷陣雨的話 水勢會突然間的增高 他們中間唯一的一個護欄 就是自己用石頭擋起來 一個所謂的護城河 護城牆的概念 所以說真的希望 不要水勢突然的湍急 再往後面這邊來走 你看 因為這邊走路也要特別小心 因為地上全部都是石頭 而看到了這邊大人小孩 他是來自新加坡的朋友 而他的小孩子就在後面 另外還在挖池子 再說一次 旁邊就是湍急的南氏溪水 這邊現在引發兩極爭議了 在這個地方之前 烏來的南氏溪口 因為基於所謂的污染的問題 整個市府是把這整個野溪溫泉 全部都給拆除了 而且這個地方 事實上不准人泡溫泉了 但是他們說 這地方畢竟是免費的溫泉 而且他們覺得泉水的溫度 甚至還比付錢去溫泉飯店所泡的 都還要來的自然 所以這邊可以說根據施工所的統計 天天來這邊泡的 大概是有100人次左右 他們求的是什麼 像這個石頭 就摸起來是溫溫的 因為整個溫泉的路頭 就隱藏在這一塊的石頭下方 而這個石頭也就成為了 他們平常來蓋溫泉池 一個最好的建材了 但這邊是否充滿危險了 告訴你溫度難以控制 旁邊有湍急的溪水 種種的原因也是市府禁止大家來這邊泡 野溪溫泉的原因